民进党立委参选人张美慧最近展开了路口拜票行程 星期一早上七点半张美慧由县议员林哲师陪同 站在建国路和自强路口向过往民众挥手致意 张美慧表示这次立委选举非常艰辛 不过他会秉持正向愉悦的精神努力冲刺 民进党要在花莲争取一个席次的公职选举确实十分艰难 这次参选花莲区域立委 张美慧表示即使困难但他仍会以积极正向精神 用愉悦态度全力以赴 美慧和竞选团队以及志工团队 我们其实已经开始起跑我们在各路口还有扫街 我们跟乡亲近距离的接触来争取大家的认同跟支持 那请大家相信美慧 美慧已经准备好了 美慧有能力进到国会 为花莲争取更多的建设 为花莲的乡亲争取更多的福利 所以我们在这个路口 今天是一大早 我们在这个建国路跟志强路的路口 那很多的乡亲也都跟我们比赞 跟我们挥手 跟我们资宜还有大喊加油 我们觉得很开心 我们每天都用最愉快 最喜悦的心情来打这场选战 也希望乡亲给美慧更多的力量 更多的支持 让我们花莲变得更好 民进党籍的先议员和民意代表 也都陪同张美慧站在各大路口 向清晨上班 傍晚下班的过往民众挥手致意 希望可以加深选民印象 也让大家看到他积极参选的信念和决心 借旅会既然相报道